我自己有用过那些交友的apps去认识朋友 但是我好像不太喜欢用 因为就是在里面可以认识到好多人 可是很多人就是好像搭不上嘴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还是不要用太多时间去在网上认识朋友了 还是面对面去认识比较好一点 其实认识新朋友还好 因为就是你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朋友的朋友也会介绍给你认识 所以其实进入了这个圈子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认识朋友比较多 比以前还是多 其实我没有留意新闻 因为最近就是拍摄得很忙 可是在化妆师里面还是有见到他们 他们都很有礼貌 就是会跟你打招呼 然后他们就是 我觉得他们今年会特别辛苦 因为就是有疫情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要很注重卫生 而且他们可能就很忙 可能会睡不够 所以就要注意身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